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街头小吃探险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曼谷街头的泰式炒河粉 酸辣诱惑的舌尖盛宴 二伊斯坦布尔的肉夹馍 土耳其街头的美食宝藏 三台北夜市的珍珠奶茶 甜蜜回味的台式经典 内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曼谷街头的泰式炒河粉 酸辣诱惑的舌尖盛宴 各位亲爱的美食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个在曼谷街头随处可见 让人垂现三尺的泰国美食 泰式炒河粉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Ped Thai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二战时期 当时的泰国政府 为了推广国家认同感 并减少对进口米的依赖 于是推出了这道 以当地食材为主的国民菜 这道菜不仅成功地在国内流行开来 更是漂洋过海 成为了国际上的泰国美食代表 现在,让我们回到曼谷的街头 那里的炒河粉摊位 就像是城市的脉搏 随处跳动着诱人的节奏 一位摊贩大师级的人物 站在简陋的摊位前 他的双手就像是魔术师的手杖 翻飞着锅铲 炒出了一盘又一盘的酸辣美味 这道菜的魅力 在于他的平衡与和谐 想象一下 那些柔软的河粉 在热锅中与新鲜的虾仁 豆芽和蛋共舞 然后加入一把碎碎的花生 一撮香菜 最后淋上一点点的鱼露和柠檬汁 这样一来 咸甜酸辣四中味道 在你的口中完美融合 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 但别以为 这就是普通的炒和粉 哦不 这可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每一个摊位 都有自己的秘密配方 或许是多加了一点柚子皮 或许是特制的辣椒酱 总之 每一次品尝 都是一次全新的探险 当然 如果你是一位辣度探险家 那么你可以大胆地 向摊贩要求辣一点 但是 请记住 这里的一点 可能会让你的舌头感觉 像是刚参加了火焰马拉松 总之 曼谷的泰式炒和粉 不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种文化 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酸辣诱惑 下次当你 漫步在曼谷的街头 别忘了停下脚步 享受一下这个简单 却又复杂的泰国味道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伊斯坦布尔的肉夹馍 土耳其街头的美食宝藏 啊 伊斯坦布尔 那座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迷人都市 不仅是历史的熔炉 也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 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 从皇室宴席上的精致料理 到大街小巷的地道小吃 而今天我们要聊的 正是土耳其街头的 一颗璀璨美食宝石 肉夹馍 或者按照当地的语言 我们可以称之为 Cupback Black Macaracy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个小小的误会 当你听到肉夹馍 你可能会想到的是 中国西安著名的小吃 那是一种将烤肉 夹在面饼中的美味 然而 在伊斯坦布尔 这个名字指的是一种 类似于三明治的食物 通常是将烤肉 夹在新鲜的面包中 这种面包叫做 Eck Mac 而肉则是以Cupback的形式出现 土耳其的Cupback 有很多种类 从串烤的SysCupback 到旋转烤肉的DonnerCupback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风味 和制作方式 当地人将这些香气四溢的烤肉 夹在柔软的Eck Mac面包中 再加上一些新鲜的蔬菜和酱料 如此一来 一个简单却美味的肉夹馍就诞生了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走在伊斯坦布尔的 熙熙攘攘的街头 你的鼻子 被一股诱人的香气所俘虏 那是来自一个街头小贩的烤肉摊 你走过去 用你最好的 土耳其语点了一个Cupback Eck Mac Eresi 小贩师傅动作熟练地 将烤肉夹进面包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 这就像是土耳其版的快餐 但绝对比某些金股门下的汉堡 要来的更有灵魂 你接过那热腾腾的肉夹馍 第一口咬下去 蔬菜的清新 还有那神秘酱料的微妙香气 它们在你的口中完美融合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是对这座城市历史深度的 一次味觉探索 所以 下次当你踏上伊斯坦布尔的土地 别忘了寻找那些 藏匿在街角的美式宝藏 肉夹馍 或者说Cupback Mac Eresi 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是伊斯坦布尔街头的 一段美味传奇 等待着每一位旅者的发现 记住 每一口都是对这座城市 无尽故事的致敬 Bond Appetite 或者我们应该说 A Fire Tosson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台北夜市的珍珠奶茶 甜蜜回味的台式经典 各位亲爱的夜市爱好者 美食探险家 以及那些对于台湾小吃 永远充满好奇心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 让人无法抗拒 在台北夜市中 如同星星般闪耀的美式明珠 珍珠奶茶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珍珠奶茶诞生的年代 想象一下 那是一个手机还没有智慧型 网络还不是生活的全部的年代 在这个时候 台湾的饮料店老板们 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创意 来吸引顾客的目光 于是 有人灵光一闪 将波霸粉圆 那些Q弹有劲的小黑球 加入到奶茶中 一种新的饮品 就这样诞生了 它不仅仅是饮料 更是一种娱乐 一种享受 一种让你边喝边玩的奇妙创意 现在 让我们回到现代的台北夜市 这里的珍珠奶茶 已经不仅仅是一杯饮料 它是一种文化 一种象征 一种让人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想念的台式经典 当你漫步在熙熙攘攘的夜市中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珍珠奶茶摊贩 从传统风味到创新口味 应有尽有 你可能会看到 一群年轻人 围在一个小摊前 争论着要选择哪种奶茶 是经典原味 还是抹茶 芋头 巧克力 要不要加点椰果或仙草 来变化一下口感 甜度要全糖 少糖 还是无糖 冰块要正常 少冰还是去冰 这些选择 就像是一场甜蜜的选择题 每一个答案 都能带来不同的幸福滋味 当你终于拿到 那杯珍珠奶茶 第一口的感觉 就像是恋爱的初吻 甜蜜而令人难忘 珍珠的Q弹 与奶茶的香醇完美结合 每一口都让人感到幸福 而当你用吸管 一吸一吸的品尝这杯饮料时 那种快乐 就像是在夜市中找到一件完美的宝贝 让人忍不住微笑 台北的夜市 不仅仅是购物和美食的天堂 它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展示场 珍珠奶茶 就像是这里的一个缩饮 它不仅仅是一杯饮料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享受当下 品味生活的方式 所以 下次当你漫步在台北的夜市中 不妨停下脚步 来一杯珍珠奶茶吧 让那甜蜜的回味 陪伴你在热闹的夜晚中 找寻更多的台式经典与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马德里的西班牙海鲜饭 彩色食材的盛宴 哦 马德里的西班牙海鲜饭 这可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佳肴 它不仅仅是一顿饭 而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一次文化与历史的深度交流 首先 让我们来一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家马德里的餐厅 服务员端上来的不是菜单 而是一张西班牙地图 你可能会疑惑地问 这是要我选旅游路线吗 服务员微笑着回答 不 这是我们的菜单 请指出 您想尝试的海鲜产自哪里 我们将为您准备一份地道的海鲜饭 这当然是个玩笑 但它确实反映了西班牙海鲜饭的 多样性和地域特色 西班牙海鲜饭 或者更具体地说 是一种名为 帕埃拉帕埃利亚的饭菜 它起源于瓦伦西亚 但在整个西班牙乃至世界 都有广泛的影响力 它的色彩斑斓 来源于各种食材 红色的番茄 黄色的柠檬 绿色的豌豆 黑色的墨鱼 还有那些五彩斑斑的海鲜 粉红的虾 橙色的棒壳 白色的鱼肉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调色板上的颜色 但是 别以为这只是 一道简单的混合饭 每一份海鲜饭 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它的制作过程 几乎是一门艺术 首先 你需要一口大铁锅 这在西班牙语中 被称为Pilara 然后 你得有耐心和技巧 将米饭炒至金黄色 再加入高汤和各种香料 如葬红花 这是赋予海鲜饭金色的秘密武器 接着 你要巧妙地将海鲜摆放在米饭上 让它们在慢火中烹煮至完美 在马德里 虽然远离海岸 但这并不妨碍当地人对海鲜饭的热爱 他们会说 海鲜饭不仅仅是一顿饭 它是一次聚会 是家人朋友围坐一起 分享生活故事的时刻 而且 马德里的餐馆 往往会在海鲜饭中加入一些创新元素 比如使用当地的特色食材 或者在传统的基础上 加入一些现代的烹饪技巧 最后 如果你有幸在马德里品尝到这道美食 请记得 每一口都蕴含着西班牙人的热情 和对生活的热爱 而当你用勺子的挖到锅底 品尝到那曾被称为 so crowd的焦脆米饭时 那种满足感 就像是发现了隐藏在色彩盛宴下的宝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西尼鱼人码头的炸鱼薯条 海洋风味的经典小吃 哎呀 西尼鱼人码头的炸鱼薯条 这可是一道 让人垂涎三尺的海洋风味经典小吃 想象一下 你站在那片蔚蓝的海边 海鸥在头顶盘旋 清风吹拂着脸颊 而你的手中 则仅仅抓着一份热腾腾 香气扑鼻的炸鱼薯条 这不仅仅是一份食物 这简直是一段海洋的诗 一次味蕾的冒险 炸鱼薯条的历史 可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 但它早已跨越了大洋 成为了西尼鱼人码头的 一道标志性美食 这里的炸鱼薯条 选用的是新鲜捕捞的鱼类 比如雪鱼 或者澳洲的巴拉蒙迪鱼 这些鱼肉质鲜美 肉质井士 简直是为了炸鱼而生的 鱼肉在被裹上一层秘制面糊后 便会被投入到滚烫的油锅中 炸至外皮金黄酥脆 内里鱼肉白嫩多汁 而那薯条 哦 那可不是随便一根薯条能比的 它们通常是手切的 保留了土豆的自然风味和口感 炸至外皮酥脆 内部软糯 与炸鱼搭配起来 简直是天作之和 但别以为这就完了 西尼鱼人码头的炸鱼薯条 还有个秘密武器 塔塔酱 这种酸酸甜甜 略带腌制小黄瓜的酱料 与炸鱼的搭配 简直是让人欲罢不能 当然 如果你是个传统主义者 口腔中爆炸 所以 当你下次踏访西尼鱼人码头时 不妨大胆尝试一份炸鱼薯条 不过要小心 这可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用餐 这是一次与海洋的亲密接触 是一次味蕾的航海旅行 而你 就是那位勇敢的船长 带领着你的味蕾 去探索未知的美味世界 只是别忘了 吃完后擦擦嘴 否则那些调皮的海鸥 可是会毫不客气地来分一杯羹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开罗街头的埃及法夫尔 香脆豆饼的阿拉伯风情 当然 我很乐意带您走进开罗街头的小巷 去探索那些令人垂涎三尺的埃及美食 法夫尔 Four Madams 一种香脆的豆饼 它不仅是埃及人的早餐之王 更是阿拉伯风情的美食食者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古埃及时期 想象一下 就连法老也可能在早晨的阳光下 享受着这种用蚕豆制成的简单 却美味的食物 法夫尔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 它的传统和历史深度 几乎可以和金字塔媲美 当然 这是一种比喻 但你明白我的意思 现在 回到现代的开罗街头 你会发现 法夫尔无处不在 它是埃及人日常饮食的核心 无论是在繁忙的市场 热闹的学校附近 还是在尼罗河畔的宁静角落 你都能找到那些充满活力的法夫尔小摊 这些小摊上的法夫尔大师们 他们的手艺堪比金字塔的建造者 他们将泡过叶的残豆煮至软烂 然后加入各种香料 如滋然 大蒜 柠檬汁 和橄榄油 搅拌成一种护状物 这种混合物 随后会被苏形成小饼 在热油中煎至金黄酥脆 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挑豆 每一声嘎嘣 都是对传统的致敬 但法夫尔不仅仅是食物 它是一种文化体验 站在那些小摊旁 你可以听到 卖家用阿拉伯语吆喝 闻到豆饼在油锅中翻滚的声音 感受到周围人们 对这种美食的热爱 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这是一场社交活动 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且 你知道吗 法夫尔还是一种民主的食物 无论是穿着西装的商人 还是身着工作服的劳动者 都会在同一张桌子旁边 用同样的热情 享受这道美食 在法夫尔面前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 下次当你漫步在开落的街头 不妨停下脚步 尝一尝这个 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小吃 让法夫尔的香脆 与阿拉伯的风情 带你领略埃及的历史 文化和人民的热情 这不仅是一顿美食的盛宴 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西奥尔良的烤鳄鱼串 美国南部的一国情调 各位亲爱的美食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 让人既既旗旗又垂涎的佳肴 西奥尔良的烤鳄鱼串 这道菜 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是美国南部一国情调的完美代表 是一段历史的传承 也是对大自然无穷魅力的赞歌 首先 让我们来点地理小知识 西奥尔良 这个位于密西西比河畔的城市 以其丰富的文化和多元的美食 闻名于世 这里是绝世乐的发源地 也是法国殖民遗留下来的建筑风格 和烹饪艺术的熔炉 当然 作为路易斯安娜州的一部分 这里的野生动物也是多种多样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鳄鱼了 烤鱼串 这道菜听起来 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有点胆战心惊 毕竟 鳄鱼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是河流中的恐怖霸主 而不是餐桌上的美味 但在西奥尔良 这种看似凶猛的生物 被巧妙地转化成了一道 令人回味无穷的佳肴 烤鳄鱼串的制作过程 可谓是一门艺术 首先 厨师们会选择新鲜的鳄鱼肉 这通常来自于鳄鱼的尾巴部分 因为那里的肉质 积嫩又多汁 接着 他们会将鳄鱼肉 切成适合串烤的块状 然后用一系列香料和雕味料进行腌制 这些香料可能包括了辣椒粉 大蒜粉 洋葱粉 百里香和欧芹等 这些都是路易斯安那州烹饪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 腌制过后 鳄鱼肉串会被放到烤架上 缓慢的烤制之外皮呈现出金黄色 肉质变得鲜嫩多汁 在这个过程中 肉串周围的空气中 会弥漫着令人垂涎的香气 这股香气 足以让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 驻足观望 最终 这道烤鳄鱼串会被摆放在盘子上 通常伴随着一些新鲜的蔬菜 或是典型的南部美食 比如玉米饼 或是红豆饭 当你咬下第一口的时候 可能会惊讶于它的口感 既像鸡肉又像猪肉 但又带有一丝独特的野味 烤鳄鱼串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新耳良多元文化的象征 是对这片土地丰富历史的致敬 也是对大自然资源的一种创新利用 所以 下次当你踏上这片充满魔力的土地时 不妨大胆尝试一下 这道充满异国情调的烤鳄鱼串 让你的味蕾 也来一场刺激的冒险之旅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成都小吃的麻辣烫 四川辣味的麻辣挑战 各位亲爱的食欲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个让人爱恨交织 辣得让你泪流满面 却又欲罢不能的四川美食 麻辣烫 首先 让我们来点地理小知识 成都 这个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城市 不仅是大熊猫的故乡 更是麻辣美食的发源地 在这里 辣不仅是一种味道 它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生活态度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抗寒冷 湿润气候的生存智慧 麻辣烫 这个名字听起来 就像是一场味蕾的挑战赛 它是一种街头小吃 将各种食材如肉类 海鲜 蔬菜等 穿在竹签上 然后放入滚烫 香气四溢的麻辣汤中煮熟 这汤 可不是普通的汤 它蕴含了四川人民的智慧和勇气 大量的辣椒和花椒 让你的舌头 麻得像是刚做完牙医手术 而辣的让你瞬间忘记所有烦恼 包括你的存在 但别以为 这只是一场单纯的辣味挑战 麻辣汤的真谛 在于它的平衡和层次 麻辣汤的汤底 通常会加入多种香料和中药材 这些香料 不仅能中和辣椒的猛烈 还能增加汤的香气和深度 当你的舌头在麻和辣之间徘徊 你会发现 自己竟然在享受这种 痛病快乐着的感觉 成都人对麻辣汤的热爱 就像是对生活的热爱一样 他们乐观 开朗 即使面对生活中的辣味挑战 也能以一颗麻木的心去面对 最后还能从中寻找到乐趣 这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习惯 更是一种生活哲学 所以 当你在成都的街头巷尾 看到那些热气腾腾 香气扑鼻的麻辣汤摊位时 不妨大胆地走上前去 挑战一下这个四川辣味的极限 记住 这不仅仅是对味蕾的挑战 更是对生活态度的一次豪迈宣言 当然 别忘了准备好足够的纸巾 因为不管你多么坚强 那泪水终究是藏不住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哈瓦那的古巴三明治 加勒比风味的街头美食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将离开传统的教室 跳上味觉的摩坦 飞往加勒比海的心脏 古巴 去探索一个街头美食的传奇 哈瓦那的古巴三明治 首先 让我们用历史的勺子 搅拌一下这个美食的起源 古巴三明治 或者在当地称作 Sandwich Cubano 并不是在一夜之间 有一位古巴的三明治大师 在梦中得到的灵感 相反 它是19世纪末 古巴独立战争时期 受到西班牙 非洲 和加勒比原住民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这个三明治 是古巴工人在佛罗里达的糖厂 和雪茄工厂的午餐首选 因为它既时会又方便携带 现在 让我们打开这个美食的面包盖 看看里面的秘密 一个标准的古巴三明治 是由古巴面包 Pens Cubanos 夹着烤猪肉 火腿 瑞士奶酪 黄瓜条 和黄芥末将组成的 但关键的 不仅仅是这些食材 而是它们是 如何被压制在烤盘中 使得面包变得酥脆 而里面的奶酪融化 食材的味道完美融合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文化的碰撞 是历史的一次口味上的缩影 想象一下 你走在哈瓦那的街头 热情的阳光 色彩斑斓的建筑 悠扬的音乐 然后你的手中 是那个热腾腾 香气肆意的古巴三明治 这简直是对感官的一次盛宴 但是 不要以为这个三明治 就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 哦 不 它需要的是对食材的尊重 对制作过程的精心 以及对传统的继承 每一位制作古巴三明治的大师 都会告诉你 最重要的不是食材 而是那份爱 对食物的爱 对文化的爱 对传承的爱 所以 下次当你咬下一个古巴三明治时 不要只是匆匆咽下 停下来 品味一下那面包中的历史 那肉中的故事 那奶酪中的情感 因为你不仅仅是在吃一个三明治 你是在品尝 一个国家的灵魂 一个文化的精华 好了 今天的味觉历史课就到这里 希望下次 我们能有机会 一起在哈瓦那的街头 亲自体验这个 加勒比风味的美食奇迹 记住 吃不只是为了生存 更是为了体验生活的美好 Bond Appetite 或者用古巴的方式说 不用扑吵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了世界各地的美食之旅 我们品尝了曼谷街头的泰式炒和粉 感受了它酸辣诱人的味道 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品尝了肉夹馍 领略了土耳其的街头美食宝藏 我们在台北夜市 享受了珍珠奶茶的甜蜜回味 我们品尝了马德里的西班牙海鲜饭 感受了它色香味俱全的盛宴 我们到悉尼渔人码头 品尝了炸鱼薯条 体验了海洋风味的经典小吃 我们在开罗品尝了埃及法夫尔 感受了香脆豆饼的阿拉伯风情 我们在西尔良品尝了烤鱼串 领略了美国南部的异国情调 我们在成都品尝了麻辣烫 迎接了四川腊味的挑战 我们在哈瓦那品尝了古巴三明治 感受了加勒比风味的街头美食 这些美食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背后蕴含着文化 历史和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它们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 通过品尝美食 我们不仅可以满足味蕾的享受 更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传统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能带给大家一些娱乐和启发 我也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反馈和想法 你们对这些美食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美食探险经历和故事 请在评论区分享给我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下次我们再见 记得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旅途中 让美食成为你与世界连接的桥梁 愿你们的生活充满美味和快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